王斗五十里外,一座偏僻的庄园内,几名老者正坐在石桌旁对着饮酒,眉宇间还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愁容。 你们说,我们这么干是不是有些过分? 大家都走了,留下了烂摊子,凯撒那小鬼能收拾得过来吗? 莫里森没底地问道,反对教廷没有关系,但是不能反对晨曦之主。 虽然神灵几千年都没冒泡,但信徒还在呢,搞出这么大的事情,绝不是单纯一次的辟谣就能够解决的。 连哈德逊那个挂名校长,收到消息都第一时间赶赴王都善后,更不用说他们这些学院高层了。 放心,天塌不下来。 朝堂中还有那么多众臣,他们知道该怎么应付这种事。 找个邪教组织背锅,又不是什么难事。 不过后续麻烦还是少不了,都怪布莱恩和盖洛斯那两个没脑子的蠢货,没事拼什么酒啊。 喝酒也就罢了,居然把自己灌醉之后,还以学院的名义把我们那份尚未得到确认的研究成果公布了出来。 惹出了大麻烦后,他们两个倒是光棍,屁股一拍,找地方躲了起来,麻烦却都留了下来。 这事也怪我们,明知道他们两个是憨货,居然让他们留下手家。 顾不了那么多了,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,我们要给罗伯特护法,根本就脱不开身。 霍西伏西,有这件事情吸引外界的注意力,倒是方便了罗伯特突破。 要不然,教廷和异族的强者过来捣乱,就算是再拉上哈德逊一起护法,也不一定能够成功。 弗洛斯特忍不住感慨道,怀疑陈希之主死亡的强者很多,大家闹得这么欢,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,各国高层觉得神灵发生了意外。 然而大家想归想,却没人把猜测摆在台面上说,实在是控制不住表达欲,那也是开马甲小号。 诸神黄昏论,就是奥数学院的强者们经过多番验证,推测出来的一种合理结果。 信徒之间的内斗,晨曦之主不露面,大家还可以理解。 可覆灭的伴兽人和食人魔两族,都有自己的种族神灵,没道理看着信徒死光,也没有一点表示。 类似的事件发生了不止一次,在过去的岁月里,可不止一个种族覆灭,他们信仰的神灵都没冒过炮。 要是信徒不重要,那还发动信仰战争干嘛? 历史上,因为信仰问题引发的亚斯兰特大陆乱斗,可不是一次两次。 就连生活在海洋中的生灵,都因为神灵发布的命令,强行在不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地发动了战争。 所有的神灵一起沉寂,连信徒灭绝的事情都放任不管,很难不让人产生怀疑。 类似于诸神黄昏的论调,在学术界还是有很多类似的猜测,只是大家默契地秘而不宣。 一方面是出于对神灵的忌惮,另一方面则是统治需要。 民众不能没有信仰,宗教神权本质上也是贵族统治的一部分。 事情到了这一步,大家都跑不掉。 发布消息的是那两个憨货,但研究成果是大家一起搞出来的呀。 现在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,要么一起想办法进行善后,要么一起完蛋。 幸好他们没有露面,留下了回旋的余地。 只要王国足够强势,就有机会遮掩过去。 所有人都是受害者,唯一占到便宜的,只有闭关中的罗伯特。 有毒神风波掩护,估摸着谁也不知道他在闭关突破。 为了保密,他们可是连王国高层都没有通知。 没有办法,最近这段时间,大陆上已经发生了三起突破失败的案例。 无一例外,都是在关键时刻,敌人冒出来捣乱。 作为王国的强者,他们看似风光无限,实际上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。 本来成功突破,剩余的概率就低,再有人捣乱的话,那就彻底归零了。 集结重兵保护都没用,只要双方大打出手,引发能量潮汐波动,就有可能导致突破失败。 狂暴的能量涌入体内,那就不是改变生命本质,而是送人去见晨曦之主。 翡翠公、哈德逊离开之后,凯撒四世立即召集群臣开会。 多了一个小插曲,凯撒四世知道事情不能按原来的方案搞了。 否认佳冷处理,确实能够解决问题,但对无辜受牵连的人来说,就是一场声望灾难。 陛下,放出消息转移外界的视线,确实是一个办法。 但现在奥数学院的高层都消失了,怎么和外界解释啊? 外务大臣弗兰西斯伯爵一脸郁闷地说道, 决策是大家做的,或可是外务部干的。 毕竟,要让消息传遍全大陆,只有外务部的分支机构分布有这么广。 想要把事情办好,合理性就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 散播教廷神器流落在外的消息好办,王国手中就有一件, 剩下的编故事就好了,反正教廷的神器肯定是丢了。 麻烦的是辟谣。 若是真谣言还好说,问题是读神言论, 真是从奥数学院发出去的,有无数见证者目睹。 就算找人背锅,学院高层也必须出面。 现在一个个都不知道躲在了什么地方, 这让外务部的工作陷入困境。 想要展开,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。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,相信很快就能够把人给找出来。 当时人不在,具体发生了什么,谁也说不清楚。 如果三天之后,还没有找到人话,就让各家一起对外发丧吧。 凯撒四世咬牙切齿地说道, 恶心人,谁不会呀? 贵族世界中,给活人发了丧,可不光是简单的不吉利。 一旦发了丧,哪怕人还活着,他们也是死人了。 为了家族颜面,他们也只能由民转案,从此不再活跃于人前。 对个人来说,这是一场灾难,倒是对王国来说,却是短期内最容易摆脱困境的方法。 人死不能账销,却方便了甩锅。 只要王国一口咬定,奥数学院的高层遭到敌人袭击全部阵亡, 独神言论都是敌人的阴谋,事情的性质就变了。 陛下,要是事后他们回来了,事情。 不等弗兰西斯伯爵把话说完,凯撒四世就没好气地打断道, 回来就回来好了,惹出这么大的麻烦, 一个个不想办法善后,反而不负责任地躲了起来。 没找他们算账,就算好的了,难不成他们还好意思向我们讨要说法不成。 要理论,那就好好和他们理论好了。 就算是他们辈分高,也不能不讲道理吧。 国王的盖棺定论,让群臣很是赞同。 谁都不喜欢头上有一帮祖宗压着,只是超凡事件没办法。 陛下既然做出了决定,那就让兽人背锅吧。 再向纽芬兰大公顺势补充道。 在阿尔法王国,凡是解决不了的事情,都可以把责任往兽人头上推。 至于兽人是如何悄悄潜入,向奥数学院高层下毒手,还有邪教组织骂。 无论是兽人,还是邪教组织,都没有办法出来解释。 前一刻,大家还在为独神言论愤怒,下一刻,所有人的视线就转移到了教廷传承神器丢失事件上。 圣山之上,庇护七世整个人都气疯了。 苦心封锁的消息,终归还是泄露了出去。 看似丢的是神器,实际上丢的却是法统。 三大传承神器不全,就意味着教廷的合法性将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。 再结合现在的局势,教廷在人族中的信仰垄断,被打破只是时间问题。 丧失了神兽法统,法兰克王国另立教廷的最大阻碍已经不复存在,接下来就看双方博弈了。 更糟糕的是,不知道神器丢失的教廷中下层人员,还强硬地对外宣布神器没丢,甚至有神职人员信誓旦旦地向信徒们保证,教廷即将拿出神器辟谣。 三大传承神器丢了两件,只拿着最后的王冠出来辟谣,可直接承认神器丢失有什么区别,可不解释又不行。 法兰克王国为首的王权派还找了一大堆的证据,正在想办法坐视他们头上的失踪罪。 要是将两者联系再了起来,信徒们很容易得出结论,教廷失德,神灵收回了传承神器。 就算是信徒想不到教廷的敌人也会帮他们想到,从而动摇教廷的统治根基。 查出来了没有,消息是哪个王八蛋放出去的? 庇护七世怒吼道,他已经下定了决心,要是找到幕后捅刀子的人,一定要把此人送上烧烤架,再把此人的灵魂灼烧到冒烟。 陛下,消息是突然传开的,大陆各地几乎是同时发生。 有这份能力的,无非是那几个大国。 调查的时间太短了,具体是哪一家,暂时还无法确定。 目前来看,嫌疑最大的是法兰克王国,其次是阿尔法王国,再次是中大陆三国,伊利比亚王国也有可能。 剩下的几个王国也有这份实力,不过他们的动机略微要小一些,但也没法完全排除。 乌立赛的回答,让庇护七世火气更深一分。 这哪里是在锁定嫌疑犯,分明就是把人族各大势力一网打尽。 不用分析也知道,幕后黑手肯定是其中的某一家,可具体是谁,却成了一个未知数。 直到教皇不高兴,乌立赛也无能为力。 两天前他才收到的消息,就算是敌人没有掩饰,也不可能这么快查出结果来呀。 何况大势力搞事情,都是马甲套马甲,栽赃陷害,刻意带偏视线,都是常有的事情。 不剥剪抽丝,很难搞清楚,究竟是谁干的。 万一找错了目标,稀里糊涂的和人盖一仗,幕后黑手岂不是要笑死。 废物,通通都是废物。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,都必须要把幕后黑手给抓出来。 别想着糊弄,这次的是暴露的问题非比寻常。 知道神器丢失消息的,除了外派的寻宝小队外,就只有我们这些高层。 现在已经确定,所有的寻宝小队成员全部团灭。 消息能够泄露出去,要么是我们这些人中出了内奸,要么就是神器落入了某方大势力手中。 只有找到幕后黑手,我们才能够夺回传承神器,重塑我教廷的神圣法统。 庇护七世的话,让众人神色一阵。 泄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,都成了教廷高层。 吃饱了,撑着才当去内奸。 丢失的神器落入大势力手中,对晨曦教廷来说,无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。 幸好对方没有直接拿出来,最少可以证明幕后黑手不是法兰克王国。 要是神器落入法兰克人手中,现在人家就直接拿着传承神器另立教廷。 陛下,此事怕要从长记忆。 四字藏匿传承神器,还敢在这种时候给我们捅刀子,幕后黑手必定有所准备。 现在查到的,也未必是真的。 想要何时真假,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。 短时间之内,传承神器恐怕很难找回来。 当务之急,我们还是要先解决眼下的难题。 在各大势力的推波助澜下,外界的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。 要是拿迟迟不出传承神器,怕是。 越说,索伦主教的声音越小,到了最后直接说不出来。 不过大家的理解能力还是很强的。 即便是没有明说,也知道教廷现在的麻烦有多大。 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,他们就算是想要造假,也不敢付出行动啊。 神器又不是大白菜,根本就不是凡人能够铸造出来的,何况还是教廷的传承神器。 相比教廷的头疼,另一边的法兰克王国,又是另一番景象。 自从确定了教廷传承神器丢失的消息,原本反对另立教廷的保守派,也一下子倒戈了过来。 几乎在一夜之间,教廷被晨曦之主抛弃的传闻,就扩散到了王国的各大城市。 信徒们的反应,比大家预想中还要激烈。 无数人叫神灵不再显身的原因,归结为,教廷失德,触怒了神灵。 眼瞅着局势一片大好,查理三世也懒得掩饰了,直接拉着一帮小弟另立教廷。 各国教会的代表也非常给面子,虽然没有直接投向新教廷,却参加了奠基祭祀仪式。 可惜没有得到晨曦之主回应,否则就完美了。 和圣山上的教廷不一样,法兰科人主导的新教廷并没有设立教皇,而是设立主教团代行教皇职权。 毫无疑问,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。 手中没有传承神器,本来就没有神权法统可言。 按照规矩,教皇尚未必须获得传承神器认可。 在以往的时候,这算不上限制条件。 只要是八阶光明系信徒都能够获得传承神器的回应, 还没有那位教皇因为传承神器不认可尚未失败。 现在神器都没有,自然没法获得认可。 与其强力一名不合法的教皇,还不如让位置先空着。 恰好各国君主也不喜欢教皇。 从大陆阶级划分来看,国王已经站在了贵族的最顶端, 偏偏教皇还站在国王上面。 在君权神兽体系下,只有皇帝能够和教皇对抗, 实际上在宗教体系内,皇帝都要第一筹。 在一众君主们看来,如此位高权重的教皇本身就不应该存在。 光凭这一条,就足以让很多国家站队到法兰克教廷之下。 当然,现在还免不了谈价钱。 要是和原来的教廷一个样,新教廷岂不是白丽了? 爱德华主教分教会确立得怎么样,有多少国家愿意加入我们? 查理三世意气风发地问道,几代君王的共同努力终于在他手中生根发芽。 踢开了发展路上的最大绊脚石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 法兰克王国将在他的手中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。 陛下,进展非常顺利。 目前已经有六个国家教会明确表示,承认王国教廷的合法性,不再接受圣山教廷的节制。 剩下的各国教会代表,态度也非常的暖胃。 虽然没有直接加入我们,但也流露出了倾向之意。 我们正在努力拉拢更多的人加入,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王国教廷就会取代圣山教廷,成为晨曦之主在人间的正统代言人。 爱德华大主教笑呵呵地说道, 虽然没有能够一跃成为至高无上的教皇,但作为主教团的老大,他的身份地位还是得到了大幅度提升。 唯一遗憾的是,为了拉拢各国加入,法兰克教廷让度了很多权益给地方教会,教廷总部的权力大幅度缩水。 不过爱德华还是知足了,真要是成为了教皇,他的身份反而尴尬。 国王和教皇都在同一座城市中,究竟该听谁的呢? 同查理三世这个十权国王相比,爱德华的根基还差得远。 真要是神权和王权碰撞,搞不好他就要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教皇。 做得不错,继续在这方面努力。 每挖一个国家过来,圣山教廷的力量就会被削弱一分。 被我们这么一折腾,想来他们今年从大陆各国搜刮的财富将会大幅度缩水。 一直拖下去,或许不需要我们出手,财政就会将他们压垮。 新教廷已经建立,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快找到传承神器, 从而奠定神权的法统基础。 大家要密切配合,经常协作。 这次的谣言不简单,从教廷搜集到的情报中得知, 传承神器很可能在幕后知人手中。 相比圣山教廷,我们拥有的回旋余地更大。 除了从幕后知人手中硬抢之外,王国还可以和他们进行交易。 如果可能的话,先让圣山教廷做恶人, 我们再跳出来帮他们解围,顺便再把神器买回来。 毕竟,这次的事情,人家也算是间接帮了我们的忙, 就当是还人情好了。 查理三世底气十足地说道,仿佛已经。